代表旧金山华部的第三选区现任市议员佩思金任满 并也参选市长 在11月的选举中 华部选民将会选出新的市议员 其中的5人 周末参与了在华部举行的社区论坛 让华部选民认识他们 并了解他们的政纲 欧洲州的报道 由华人权益促进会带领举办的第三区市议员参选人论坛 周末在中华文化中心举行 乱谈重点讨论影响社区的关键议题 并也让当地居民有机会近距离认识到场的5位参选人 离卫心是台上唯一一个华裔 他在旧金山市府服务20年 曾担任过规划部委员 并曾设立过非牟利机构 利用小型屋来给无家可归人士提供临时庇护 唯一位候选人是有8位现任的市参事背书的支持 我很感谢他们的支持 因为我们单一个人其实是不可以做到任何的改变 我们一定要是可以和人家好好地合作 李尔德·Denis Sauter在北岸区住了10年 创立了两个小商业 并在疫情期间帮助50家餐馆提供免费送餐服务 麦在宁是旧金山22年的居民 其中在市府律师办公室工作已经10年 罗勒华·Edwardo Navarro的专业背景来自建筑和金融业 他认为要以保护公共空间的立场 为无家可归问题找解决方法 马修·苏克·Matthew·Susk有超过10年在私人企业工作的经验 他认为在必须从市府预算开始 问责市府的各项运作 这场社区论坛中除了公共安全之外 参选人也还对清洁环境、市府运作、可负担住屋等议题交换了意见 二十六台记者欧志州的报道 参选人也要理解决方法 参选人也没有报道